小萌萌他们想去夏令营玩的 没想到路上就被绑了 现在他们在寻找着小萌萌他们 我想着很肯定的怀疑妹妹和烟烟妹妹被人绑架了 刚刚那个小男孩说他们坐上了另外一辆车 与他们同坐的还有夏天和一个叫乔纳的孩子 原本车子是跟在大巴后面的 后来大巴到了 小萌萌他们坐的车子不见了 是人贩子吗 我想应该不是 应该是有预谋的绑架 我现在要打电话让人查一下带走萌萌他们的那辆车 江洪杰拉住简阳萌 这件事先不要让简爷爷知道 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 联系李爷爷问问 嗯我知道了 我也要打电话通知一下他们的爸爸妈妈 大家都打电话回家里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集训老师走了过来对白洛晨他们说道 好了大家先跟我去参加夏令营吧 他们我们已经安排人去找了 我不去了 简阳萌失落地说道 我们也不去了 他们怎么有心情参加夏令营 不行你们已经报名了 你们都到这里了 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你们妹妹我们会派人去找的 我们妹妹现在到底在哪都不知道 他们是否安全也都不清楚 你让我们怎么有心思参加呀 简阳一愤怒大吼道 你算了你不去就不去 集训老师被简阳一这么一吼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们报警吧 人口失踪需要24小时以后才能报案 某某表妹和燕燕表妹他们是被绑架的 不是人口失踪 你现在怎么确定他们是被绑架的 我们现在也只是猜测 要是报假案是要被批评关进去的 我们先让人来接我们 我们先回去再说 白洛晨看了一圈后询问道 是个回个家 还是一起回某个家 去顾家吧 那行 那就去顾家 我来打电话 白洛晨拿出手机给司机发了一个定位 让他来接他们 这边集训老师安排今天的任务 突然他的朋友走了过来 朱老师跑来我们村这里了 是的 陈芝好久不见 怎么感觉你好像有心事啊 哎 就是很恐恼啊 我最近还房贷压力有点大 想换份工资高的工作 不知道去哪找 找大吉也好工作 这让58同城 58同城超值记火热开启 百利 保利物业等大牌企业 都在上面组团招聘 掌心超有戏 电源 服务员 物业管家等超多工资高 海力加进 不限经验的工作任你挑 平台实地合眼把关 岗位真是更放心 我朋友的工作就是58上找的 工资一下涨了2000多 那我得赶紧去看看 不只找工作 租房 找家电维修都让58同城 特方便 这边小萌萌他们已经被保 带来了吗 人都在这了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你把人放下 拿了钱就赶紧走 好的 司机仔细看了一眼 箱子里的钱 确定无误后 拿上钱就离开了 对 人已经抓到了 开视频给我确认一下 是简元熙 是他让人绑架了小萌萌 好 你等着 带队老师挂断了电话 给男人打去了视频 你看 是不是这个 带队老师把镜头拉近了一点 让简元熙看得更清楚一些 不是只让你绑那个小女孩 另外三个怎么一回事啊 我也没办法 是他们非要跟这个小女孩一辆车 我只能把他们一起绑来了 不然到了集训点就不好办了 算了 你都带过来吧 好的 我这就送过去 他把小萌萌他们一个个搬上了车 然后启动车子 一路上 小萌萌他们都没有醒来过 很显然他们用了很多的米药 带队老师带着小萌萌 来到一个郊区废旧的工厂 人我给你带来了 还给附送了三个给你 都在这了 你验收一下 我看看 简元新刚打开车门 就对上了一双明亮漆黑的大眼睛 是小萌萌的眼睛 你连妈妈都不喊一声吗 简元新冷笑地看着小萌萌 从前你从不开口说话 让人以为是我把你害成那样的 怎么离开我了就会说话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你已经不要我了 所以你不是我妈妈了 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喜欢你 你喊不喊我 我都不在乎 小萌萌看着还没醒的顾灵烟和夏天他们 是你让人绑架我们的 不是你们 是你 他们是被你连累的 我只是想绑你一个而已 谁让他们非要跟你做一起呢 既然你只是想绑我 那你现在放了他们 你是在命令我吗 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放了他们 你觉得可能吗 有我在不就可以了吗 本来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都见过绑架你们的人了 那我肯定不能放他们走呀 你绑架我到底要做什么 你难道是还想用我威胁那个男人吗 我想做什么 哈哈问得好 我就是不想你过得这么舒坦 凭什么你能过得那么舒心 我却要这么不幸 好吵 到了吗 我怎么睡着了 布林烟这时候忽然被吵醒了 姐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 妹妹我们已经到了吗 姐姐你没事就好 你先坐一会 我去看看小天哥哥和娜娜 她怎么了 我们这这是在哪 他们是谁 布林烟看向一旁 还在昏迷的夏天和乔南眼 她又转头看向车外 发现一个夏令营的学生都没有 你就是洛西那个贱人的女儿吧 简元欣上前用手捏着顾林烟脸颊 你是在问我是谁吗 我是顾萌萌的妈妈 也是你爸爸的前妻 你放开姐姐 小萌萌像只小牛一样冲了过来 简元欣下意识地守了守 顾林烟总算得到了解脱 死丫头 你想死是吗 简元欣恶狠狠地瞪着小萌萌 你想做什么 顾林烟把小萌萌拉到她后面 她生怕简元欣会对小萌萌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是她亲吗 我会对她做什么 即使我做了什么 你也护不住她 不许你伤害我妹妹 你要搞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们现在都是我的阶下球 你们好好祈祷你们爸爸能来救你们吧 爸爸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简元欣拿出手机给小萌萌和顾林烟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把手机丢给了带小萌萌他们来的带队老师 你去给故事集团发一份快递 把这个给他们寄过去 好的我马上就去 简元欣对着身后几个保镖吩咐 你们几个把他们都带进去看好了 只要不饿死 其他的不用管他们 是 那几个保镖上前把小萌萌他们从车上带下来 然后把他们关进一间房间里 他们安安静静的 没有挣扎 他们知道那样是没用的 现在只能等顾叶白他们来救